或问帝之说,子曰,不知也,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,其如是诸思乎,知其掌。 有人问孔子,关于帝这个礼仪的说法,和这一套学说思想的理论,他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? 孔子怎么答复呢?他说,不知也,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?孔子真的不知道吗? 当然,这是他幽默的话,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,用现代术来讲是反激式的教育。 他的意思是说,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,大家应该知道的,既然大家都不知道,那么我也不知道了。 且看他说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,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。 知其说者,知于天下也,其如是诸思乎,指其掌。 孔子指着自己的手掌说,真正懂得帝这个文化精神的人,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,就好像是呈现在这个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。 他指着他的掌心,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,就像只顾之间,如在墓前那样的容易。 由此,你说他懂不懂得帝之理? 当然懂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? 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。 我们以前过年,真月初一早上起来,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,虽然仪式简单,但却很严肃而慎重。 春秋二季,要祭祖,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成的尊敬传统的精神。 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,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,这就是教育的问题,值得重新研究,重新修整。 保持这一点传统,这一点习惯,是后代知道渊源流畅的民族传统,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